我是不迷路 老板幫你顧 大家好 我是撰爆的老板 同學今天有辦法開心嗎 有點開心不起來 但如果你稍微比較開心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你有買日報的同學 你們前面一直有聽你的老板的 我一直跟你說 4月之後 尤其是我重店退出來之後 這個大盤會越來越難做 所以你們需要的是一個顧問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今天怎麼了 大盤今天痛失2萬點 台股一天殺破月線 只用一天 從去年11月來幾乎快半年的時間 沒有殺破月線 我們的多頭要結束了嗎 等一下來講一下 先不要那麼灰心 另外本週台子期結算 台積電要法說 資金要怎麼樣 我們要先觀望一下 因為台積電這一次 能不能在禮拜四的法說 再給我們指引明燈呢 等一下我們廣告回來一起告訴你 好 先感謝昨天很多人關心雷老板的身體 對 因為我肚子咕嚕咕嚕叫嘛 所以台股今天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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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這會比較有意義 那之前我做了一些動作 我也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從3月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你要注意 加權這一段在漲 漲上2萬點的過程 台幣沒有什麼升值 甚至台幣在最近 尤其是昨天跟上禮拜 我還特別提醒一次 台幣已經貶回去年11元的時候了 尤其是我們的美元指數 李老闆你過去有看我節目的 我是一直說 我們看大盤 之前我們只要看著美元指數就很準 只要美元指數是漲的 通常都不利於台灣的加權指數 所以上禮拜五呢 一下子很開心 多頭很開心 李老闆也很開心 對不對 我們本來還以為我們可以僥幸 但是終究都是沒有僥幸的 因為美元指數照漲 台幣照扁 但是上禮拜五百花齊放 應該是說我們的選股百花齊放 我一再的強調 其實這一段 2萬多點的多頭以來 並不是人民的口袋都是多頭 我之前拍一個短片 來有空去我IG看一下 對我IG也是RAMOS BOS 可以去 反正我常常那個報群裡面 就會貼出連結了 你可以去看 我有貼一個垃圾盤 那時候下面還有人嗆我 可是你看現在不就是這個狀況嗎 我說上了2萬點之後 有多少人是賠一屁股的 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們的股票認真到今天 我們大部分 我們從重點轉出來的股票 認真到今天 才是修正回來 尤其是一些銀件類股 那當然重點這兩天也有修 修回到成本附近 但我必須說在這個之前 如果你把重點之前算起來的話 我們重點還是在螢幕的最右上角的高檔 但有一些股票已經不知道修正到哪裡去了 同學你可以想像2萬點竟然是這種行情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你要跟雷老闆一樣喔 你不能灰心喔 你要知道 我必須跟很鄭重跟你講一件事情 今天的大盤 不過才跌5、600點 期貨跌700點 你覺得很多了 你換算成%數來看 不過就2、3% 3%多 對 這個在過去雷老闆遇過的空頭裡面 假設真的要是空頭 這種都算小case 第一個 你遇到今天這種盤 你要先怎麼做 同學 我們既然看節目要學習 我們不要每天好怕 要慌要崩了 這種話你講出來 你每講一個字 都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而已 麻煩你看完節目之後 把這種時間省下來 盤中雷老闆有沒有情緒 我也會有情緒啊 但我能怎麼做 我必須跟團隊說 我要去跟我的業務團隊說 我的助理團隊說 雷老闆今天怎麼看 我一個人要扛這個壓力 我10點多的時候走出去講 我說我要看10點半之後怎麼走 好我先給你看一個東西喔 同學 如果 你有XQ 如果今天是真正的崩盤 我跟你講 1700檔股票裡面 跌停加速不會這麼少 跌停加速絕對三四頁 都還走不完 今天如果是崩盤 不會還有漲停加速 這是你定義行情 第一個可以做 第一時間 什麼叫氛圍 就代表還有人的資金 願意進來這個市場 也還有人的資金 不什麼樣 不想要直接砍債地板架 這是我盤中做的第一件事情 學起來喔 有含金量喔同學 我們為什麼要看 聊半每天影片 因為我們可以用每一天的盤 每一天的新聞 去搭配雷老闆跟你講話的含金量 OK 好 所以你要學雷老闆喔 如果盤很好的時候 或很差的時候 你要先去把跌停股拉出來看一下 那還有什麼 還有弱勢股 對 這一邊都可以查 你看弱勢股就相較比較多 但是其實呢 真正跌超過8%的 也不過就這樣而已 所以同學並沒有很多 很多還是之前漲太兇的 比如像中光電協議機啊 還有這個龍德造船 都前一陣子漲太多了 漲了三四十%回檔十% 你不要說他要崩掉好不好 當然他有可能之後回檔修正 正常的修正 但我跟你講今天這個盤 第二個人要看什麼 我來看最弱的族群 就是原本的強勢族群裡面 最弱的族群 要先聽好這段話 不是一直落下去的喔 是曾經 他是那個男人 那檔類股 那個族群的 那個太陽的那個族群有沒有 他回檔修正在一個地方之後 有沒有出現止跌 在這種關鍵大黑K的時候 今天台股痛失兩萬點 對不是跌了兩萬點 是兩萬點失守 同學你一定要有蕾老闆這種朋友 就是永遠要保持樂觀 不然我做十幾年的股票 這種盤還會少看嗎 好 你來看 蕾老闆今天我的觀察類股裡面 有一個類股稍微紅一點 那不就是一月中那時候最紅的什麼股 IPO 好不是IPO 考慮IP好不好 然後呢 IP是什麼不解釋了 你就把它搶成IC設計 或者IC設計在個人上游 你來看一下這種股票 同學你可以看 這是兩萬點嗎 你是不是很久沒有看高價股了 你很久沒有看市新了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最多的最高價的這些高價股 跌成怎樣 我一再的跟你講 這一個盤是垃圾盤 你還不相信我 如果不是蕾老闆這一陣子帶著會員 帶著我的日報的會員 我的抗訊會員 你以為這一段盤真的這麼好做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做 除非你手上有台積電 不然你真的不會那麼好做 好 對不起 今天冷氣有點冷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你看它是我盤中第二個在找是 IP是不是之前最熱的族群 你敢說不是不可能吧 一二三月的時候 那時候手上有IP者為王對不對 我恨不得我手上有IP 恨不得我手上全部的股票換去IP 可是你能知道IP在你沒有注意到的短短三月 你看 曾經的股王四星四五六五 直接跌快兩千塊 跌到二六九五同學 三四十%就這樣跌掉了 我再給你看一檔好不好 你看哪一張衛生紙給我 不好意思 IP 你看五百五十一跌到三百六十五 我們一檔一檔看 雷老闆今天花很多時間 我盤中在幹什麼 我就跟你說 好不好 智遠 你們曾經很多人喜歡問我的 對 智遠 四百五十九跌到三百零三 這個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跌到三十幾% 四十% 好 那個創意呢 創意呢 我創意直接從 一八九五跌回一一二零 各位同學 這是兩萬點 所以很多人在短影片 也沒有很多人 就一兩個流 因為大部分人看得懂 他說 那個 到底懂不懂有沒有料 我就跟你說 我可能有一點點料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你說 這個盤是拼懸股 不要被兩萬點 騙了 我一再的強調 同學我再一再的強調 你這個盤 最早該賺的是兩萬點之前 而不是兩萬點之後 兩萬點之後呢 因為我代會員我有責任 我總不能跟你說 哎 會員我們全部空手 不要做了 對不對 以前如果是自然冷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 我可以去歐洲度假 度一個月 那我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我也不敢跟你保證 今年行情沒有 我對今年 來直接講結論 我對今年還是中性偏多的 所以呢 我從 幾個禮拜之前 我一直在我的日報裡面 要跟你說 你要提醒水位 要注意匯率 台幣的匯率 還要注意什麼 還要注意美元 有沒有升值 另外呢 有一些總金事件 我都一再的跟你講 好 那我們回來看哦 所以同學 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說 雷老闆到底盤中在做什麼事情 好 你看哦 當今天整個氣氛在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說它是什麼月線支撐 什麼支撐都沒有用了 整段多頭上來以來 第一次破月線也沒在理你啊 連彈都不彈 但是 有照於雷老闆剛參考的那些 我認為一些強勢的組織 已經修正了三四層之後 有沒有機會資金再輪動回來 所以今天如果IP盤後 你看外資法人 看投信有再買回來 那會是好事情 你懂嗎 就代表有可能會止跌 對有可能會止跌 所以我們要判斷是這樣 第一個漲跌停 尤其是跌停的加速多不多 還有沒有漲停的加速 還有沒有人在這市場上 還有沒有人要丟資金進來買 第二個 既然技術指標月線連撐都沒有撐 我們就來看 整個雷老闆平常觀察的族群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族群 是過去漲很多修正太多 然後現在已經止跌的 今天IP有止跌了 那明天如果再有一兩個族群止跌 那就會是有好事發生喔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等一下會有一些重要的族群 我會一些一些跟你講 最多人會 我看有人問我照例嘛 有人問我重店嘛 然後也有人問我 面板嘛 還什麼 我等一下會一個一個幫你們看 好 贏件 OK 好 那我真的是一再的強調 而且我昨天 不好意思我找一下我昨天的 今天早上的日報也有講 沒關係用今天也可以 來 台股中線回檔 電子乘落難主軸 好 那這裡有沒有稍微寫錯了 有 就是昨天相對抗跌的 或者是上個禮拜我大漲的股票 這兩天也沒有辦法表現那麼強勢的 重店今天四店還撐的算可以啦 滑城也不錯 中興店我就說要籌碼比較亂 可是這次我陪你們回來是做中興店 好 那我們要來看囉 貴買同樣出現高檔賬不上 今日黑K回檔跌幅1.53% 幾乎回檔至月線 所以呢 我一再的提醒喔 建議此處中小個股 資金水位最多不宜超過五成 當個股不理性殺盤的時候 價格常常會出現過度反應 留得青山寨下來才有錢減便宜 有沒有 所以 我不是只有今天喔 所以 你是說老闆你預測吧 沒有 我只是要大家永遠怎麼樣 把風險意識放在頭腦裡面 再跟你講一次 同學 2萬點之前 你該賺的 你要賺入大把口袋的 這裡 你拿出來的是隨時要撤退的資金 所以為什麼今天 雷老闆 在今天之前很多股票都只買5% 因為呢 這種盤中一不好 你看都是8% 9%在少耶 雖然說收盤的時候 有一些股票收回去了 包括尾盤的時候 大盤就拉了 就接近100點 有沒有 這裡 但我要跟大家講是 有時候盤中打到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也不能奧吧 我帶會員我不奧單的 那我就會先出 可是 為什麼 以前我一檔可以忍受 100萬賠1萬 現在我一檔我只能忍受100萬 賠4000到5000 這就是差別了 同學 這就是功利的差別了 你同樣有10檔股票 你今天如果是你可能遇到這個盤 你賠了7-8% 雷老闆遇到這個盤 可能賠了3%到4% 但是呢 有一個重點 我前面呢 的股票漲幅還比你好看一點 我還有多單 我還有漲得比較多的可以去cover那些 漲得比較少今天停損了 我不會跟你說我遇到這個盤沒有停損了 那是不可能的 遇到這種盤 只要達到的停損點位 我盡量都會帶我的同學第一時間停損 除非呢 又是經過了好幾天的走勢 跟我一開始設定的那個停損點位 在均線上 在技術指標上面有什麼差別 我才會說我們可以多看一天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今天這個盤 林老闆有沒有停損很多股票 有 我停損很多股票 包括呢 像偽創廣達 這幾次我都做得不是很好 像偽創我今天也停損掉了 那照例我們是停利的 照例是在昨天好像就出掉了 對因為其實從上禮拜五那個氛圍 到禮拜一這個氛圍 禮拜五的上禮拜五氛圍那麼好 這禮拜五怎麼 這禮拜一怎麼一開始氛圍這樣 我就知道我要開始減碼了 所以我就把一些成本不盡 或者是一些獲利 小獲利的我就砍了幾檔 每個倉等我都砍一兩檔 那今天找盤的時候 我看在沙我覺得不太對 我又再砍一兩檔 所以呢 我手上大部分會員的持股 就會維持在我認為的那個資金水位 大概就是50% 60% 70% 端看你什麼時候 但是呢不可能 同學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impossible對不對 不可能任務第十幾在這裡 OK 不可能會怎樣 你這時候跟我說你持股水位是100% 那我的日報跟我的折訊不就 往為怎麼樣 一路以來帶著你們了嗎 那當然今天我們有很X的一檔 我也有很X的啊 我的那個 地保啊 地保帶到多少 七到我忘記了 6605 對不對 我前面哦 我做多他嘛 然後這裡呢 00940 掛牌我開始空他嘛 結果 因為雷老闆的空單不會設定很大停損 在這裡的時候把雷老闆掃出去 結果今天一根跌停 有夠生氣 而且他這種跌停是明天還有機會繼續跌的 他盤中就是這樣直接垂直灌瀑布 我這裡網路比較慢 他盤中這樣拍拉就下去了 好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代表我當初00940有一些成分股 我該空的我還是看對嘛 只是比較可惜 好 但沒有關係 那雷老闆你在這裡會不會強力做空 我不會 但是如果我有期貨的話我會避險 對 有鼻涕了不好意思 因為我鼻子比較容易過敏 你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之前我隱藏的太好了 那像那個雷老闆軍工很有興趣的 龍德造船這也跌了 因為一直有傳說他要定CB嘛 為什麼我一路上我都不追 因為呢 如果要定CB哦 股價不能這樣子漲 同學 這樣不行 為什麼 你定CB哦 你讓股價這樣子漲 反正呢 我們政府就是有規定 你如果要定現增定CB 定可轉載 要定價 只要聽到定價這兩個字 對 你記結論就好了 你的股價不能大幅的波動 對不對 不然你試試要土利特定的 對 你那CB不應該這樣子啊 試試人家知道你要幹什麼 好 所以你就要記得這結論就好了 所以呢 你看龍德現在說要定CB 已經不知道定到哪裡去了 因為最近他應該是不能送件了 好 那這樣子可能價格就壓回來 我們就有好的點位 所以 我試試一再跟你說 你要 現金也是一檔持股 我試試一直跟你強調這個觀念 我們要把現金留著哦 你現金 你看哦 如果今天這個大盤今天跌下來 很多股票跌8%10% 你的現金可以買原來部位的多好多耶 你不是多買 多買一成而已耶 你可能多買兩成耶 所以你要知道哦 如果今天很 你有現金 很多股票 像現在IP 這樣跌下來 跌50%下來 你是可以多買 一倍的張數變兩倍哦 差很多哦 差很多哦同學 你沒有感覺到嗎 好 所以呢 兩百不是在笑 兩百是要樂觀的 不然我總不能揮頭哭人說 你同學我們完蛋了啦 真的完蛋了 我們熬不到台積電禮拜四法說了 我們乾脆明天氣氣也好啊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跟你講這種話 好 那明天嘉全 那個台紫期會結算哦 所以明天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但是我一再跟你說 為什麼我四月二十七號課程會滿 就同學都有聽我的話嘛 我就說四月一定不會很好做的 你們真的回去看我三月那時候 我不會騙你們的 我二月三月什麼時候恐嚇過你們說很難做 我那時候就只有跟你說四月會不會好做 為什麼 因為呢 從一月十八號之後 我們走一個半月的多頭 大概走到三月底 這樣合理吧 對不對 可是呢 走著走著好像已經走兩個多月了 走著走著好像從去年十一月到現在已經走快半年 就多頭了 中間大盤都沒有真正強力修正過 這個不太像是一個 不輸的大盤 這比較有一點像是 2021年末端的大盤 就是還漲個洞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不輸大盤應該是用整理的 所以呢 我其實我一再的強調 我最希望的是我們大盤 當初是留在 一萬九千多點 一萬八千多點 就剛過高的時候就開始震 當然一下子拉到兩萬零 八百點 我們始終要緩的喔 所以同學 所以為什麼越到四月 我們很多獲利了解之後 我就越小心 我轉入的 內需古銀件 我轉入的軍工 我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國際真的有事情 還是說 那個電子訂單又被瞬間收回去 還是AI突然有變化 至少我的訂單是無故的 但是你看喔 當今天大盤要修這的時候 它是無差別的 今天是一個無差別的攻擊喔 就像一個瘋子 他拿槍進去就亂射了一樣 他不理你的基本面的 他don't care的 對 他管你之前長多高長多好 你看年貌這個也是啊 但同學年貌可能有機會囉 年貌可能有機會囉 好很多人問我那個 所以同學你來問這一些啊 其實今天不一定是個股的問題 但是照例那一天呢 我們在這裡看到說我們進來對不對 你能防守的點 其實就是這個紅K的低點了啦 那時候有人 來問雷老闆嘛 我就說我們的成本 會員成本大概是260出嘛 260 261 261 263這裡嘛 所以在最近盤是這樣一天不對 你看上禮拜五它都沒有大漲 然後昨天還自己跌 所以我一定會在成本附近小賺 我就把它close掉的 好不好 這個有會員call訊的同學都可以證實一下 我不是說我賺錢我要來刺激你 而是說今天大盤這樣該漲不漲的時候 明明禮拜五大盤很好你不漲 禮拜一大盤稍微有點震盪你跟著跌 那我何必要再等隔天不確定 其實昨天盤中大家都已經開始有點感覺說 今天有點風雨欲來了嘛 只是呢 我要拉回來講了 我盤中本來期待的大盤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在開會的時候 我出去開了一下十幾分鐘的會 跟我的 內部的團隊講 我說我希望 從十點半之後 他可以一路殺到十點半之後 開始反彈 我不一定要他收復 但是我希望我能看出 反彈的時候 哪一些強勢的族群率先反彈 因為這代表資金的輪動 那如果反彈之後有止跌 止住了 然後這一些 這幾個族群是收紅 或者是收藏下眼線 我明天開始 或者是台積電 禮拜四法說開始 我就會認真的來觀察這些概念股 所以我今天第一個看到的是IP股 我看IP股進來的 那我覺得IP股今天敢進來買的 應該是法人 不會是散戶 那如果法人願意在這個時候 注資金進來 那也不錯 就是說至少他們有去 願意去買這一些跌多的股票 所以代表跌多的股票 好的基本面的股票 大家還是會認同的 這個資金還沒有撤離 好 所以呢 我盤中是希望 這裡一路跌下來之後 稍微勾起來 在這個綠色的均價線之上 看能不能一路收盤 這樣子 那今天就會變成怎樣 大盤有跌到了 然後呢 個股也要重新走出方向 但是呢 很不幸的 他跌到了 我今天認為一個最 應該是說短期 我認為最差 我最不希望他來 但是他最容易是一個滿足點的 就19800 對 那今天期貨有跌到這個位置 大盤還沒有 大盤差一點點 但今天期貨就最低是跌到19844 對不對 98CC有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說回來 然後跌到這裡之後呢 他就開始收回來了 所以後來尾盤的時候 收在19901 好 再尋一下PT 那今天的量有5000多億喔 其實算不少喔 同學算這一段以來的大量 所以今天有殺出資來喔 所以晚上雷老闆會再觀察一件小事 就是融資 今天有沒有大量的減少 外資今天繼續賣超喔 這也是我前幾天我不開心的喔 我會再來說 我希望00940之後 是外資投信 自行商 他自行商不管他 外資投信可以同步買超是最好的嘛 可是呢 你看在這一段時間 外資是賣超的喔 今天還是一樣是賣超的喔 一樣賣的300多億喔 今天還是一樣賣的300多億 好 那我們來看OTC喔 貴買已經直接破月線了 那OTC呢 V77直接打回季線喔 月線 剛點到就直接破季線喔 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修正的幅度 其實已經算有滿足一個波段的修正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回到二月那時候 整個區間下緣 我是不太覺得說 他要去直接修正到一月啦 但當然啦 如果你要從去年11月起漲點來講到 209到257來講的話 其實他這個修正其實還不算多啦 如果說我們未來的大盆 要走一個復甦大區間的話 他如果要修正到中止 那他可能要修正到二月初那時候 大概兩百 貴買指數大概落在230到235 我也比較不希望這樣 那為什麼貴買會比較有可能 因為呢 我們的家全還有一支股票在撐 台積電 對 台Helo 台積電 對不對 昨天他怎麼樣了 昨天有一個新聞嗎 說他 我本來以為呢 如果今天大盤不要那麼差 本來以為我們今天重電會漲一下 你看台積電也出手救援 台電四部發電機組跳機 今晚差一點北台灣打停電 所以電到底未來重不重要 我跟你講 非常的重要 但是電再怎麼重要呢 還是沒有 電反映的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在今天的大盤面前呢 你長期的趨勢 投資人要跑還是都是先跑啦 OK 但我來不是跟你講啦 其實今天四電撐住這樣撐在三百塊上面 我覺得算蠻不容易的啦 那中心電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想要撐在那根紅K上面 但是沒有 回到時日線了 所以這時候就是我比較不樂見的 那如果你全面重電賺很多的朋友 你這次有回來打重電 你願意跟他賭 你能以為中心電新開出來的成本不錯 那我認為就是這個平台不能破嘛 很簡單嘛 其實也差5%啦 不到啦 那這是5% 你要不要去換他後來的 這是你自己去換算的 那有人留言板問老闆說 老闆那個 洪遠出了報告 目標價252什麼意思 好 進來呢 看我的節目的人都會想看重電 我就跟你講 中心電呢 因為他字節二月份的獲利 那字節二月份的獲利出來了 其實你用他的數字去推算的話 哇 他的稅後的淨益率高達20% 稅後 是稅後 那同學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中心電過去的稅後 淨益率是多少 中心電過去稅後利率淨益率不過就是13% 13% 這個是訴訟案有負賠款你不要想 13% 13% 一下多7% 同學多7%很多 你不要以為多很少好不好 洪海如果稅後淨益率多1%到2%都炸開了對不對 所以呢 稅後淨益率他這一次是多7% 那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概念呢 理論上來講 券商 券商果不其然 宏遠他就出了 上修 那個目標價了 上修到252 但我想要強調的一個點是呢 他雖然上修了 但雷老闆有去看他的稅後淨益率 他不過是從13% 跳到了17% 那我在推測這個研究員的想法啦 他因為他有點類似可能像昨天一樣 他不知道 二月這會不會是一個特殊的現象 但理論上三月的營收更好 如果這樣的話 三月的獲利應該要再打贏二月嘛 對不對 如果維持二月的這一些產品結構 好 那他竟然這樣 他就用我去看他的損益表 他就是用一個很保守的做法 他就是把第一季用17% 沒有像剛剛那個二月份智傑 用稅後淨益率20%的這個淨益率他來估 所以呢 他估出來數字也是上修的 他的EPS估到了9塊多 所以呢 他目標價給到250幾 因為他在這之前他EPS大概都估7塊多 那為什麼一下子可以給多了 大概四五十塊的目標價 因為EPS多了兩塊嘛 本益比他乘25嘛 所以就多了50塊啊 懂了嗎 這是本益比嘛 對不對 本益比25倍嘛 EPS多兩塊 2乘以25嘛 你算不懂 好本來10塊錢乘25倍 跟12塊乘以25倍 不就多50塊 看不懂了 把這一段再複習一下 好 所以呢 他目標價就上修了 好那上修有沒有理 其實上修算有理啦 為什麼 因為中芯店確實也開出一個好數字嘛 他的營收確實也創了四年新高嘛 所以他可能趁這個機會 結果他報告出來之後 那個 五家重電股都漲停嘛 上個禮拜大家都說 對嘛 電要回來了 那個電是AI嘛 全部都這樣子跟你講 他說我就跟你說 大家都嘛這樣講 但是我跟你說 我有沒有跟你講 這一波重電回來是做氣氛喔 我有跟你講喔 基本面還已經沒那麼重要囉 因為四電的本益比已經修到接近華城了喔 但是呢 明明華城的外銷比四電多十幾倍喔 所以呢 我要講的是 以比例來看多十幾倍喔 因為四電的外銷走5% 華城的外銷是四五十%以上喔 對啊 所以是多十幾倍 那我要跟你講的是什麼 我要跟你講說 這一波是氣氛 所以你看這兩天氣氛不好 重電是就下來了 那也不要說 只有重電下來是全部都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在全台股的氣氛不好的時候 就算你的基本面 你的勢頭很好 你一定會棒打出頭鳥的 這就是為什麼 這兩天重電 他再怎麼搶也沒有用 你看今天最強是IP 是跌最多的 因為夠安全 大家才敢買 好 那但是呢 接下來呢 如果明天跟後天 萬一 明天台子旗結算 就結算在這附近了 只跌了 後天台積電法說 他又跟你說什麼 他跟你說 不好意思喔 其實 我真的覺得電很重要 有沒有可能講 同學我沒有唬爛你喔 有沒有可能講 新聞才剛出來喔 台積電也要出手救援 他會不會 你相不相信有人在會議上 法說的問答上面就問他說 你覺得電怎麼看 你一直要蓋場 台灣現在都要跳電了 你又要蓋場 又要嘉義場 又要哪裡場 又要高雄場 又要先進場 台灣會缺電 九州不缺電嗎 九州會缺電 美國不缺電嗎 美國不過不缺電 幹嘛來跟市電 華城 中興電 買這一些出口的 重電 輸電的 零組件 就缺電嘛 電網就是要改嘛 好啊 那大家要不要問他這個問題 哎 為什麼要問你 你如果缺電 北台灣跳電一天 你台積電 如果新竹場 要關起來一天 你是兆元產業 你說算用一兆的營收好了 除以365天 你一天要賠多少億 要少賺多少億 對不對 我們再除以一半就好 假設你的場所一半 同學 賠得起嗎 賠不起吧 所以大家未來會不會關心 台灣這一些吃電巨壽產業 用電方針 我問你 如果會 好 結案 我還是可以跟你講 基本面沒有問題 氣氛 所以劉老闆幾天前跟你講了 我上禮拜我就跟你說了 這一波重電 五燈獎 是做氣氛 如果下禮拜一禮拜二 就是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說下禮拜一禮拜二 氣氛的延續 沒有問題 走一波嘛 無奈 大盤就這樣 人家週末要打戰 你也沒辦法 我們會怕 對不對 我們北台灣要跳電 你也沒辦法 我們會怕 對 所以 就是這樣 好 都講完了 那還有什麼 我們開始來回答你們問題 好不好 那台積電18號會召開 線上法說 會公佈第二季的季報跟 展望喔 我今天會多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們有問問題的 我都會講 好 雷老闆吃清淡一點 祝早日康復 謝謝 很多人都關心雷老闆肚子耶 謝謝你們 謝謝 CKT 是燈塔 對 燈塔不能動 有沒有 那我當 我當那個手電筒就好了 好不好 那燈塔好像一直站在那邊 不太舒服 好 台大電 然後保證你們看一下 台大電呢 也是我這一波幾次做 要嘛小賺 要嘛小賠 沒有做得很好 這次做我是小賺 我大概在這裡的時候 我走了 為什麼 其實呢不應該忍到這裡的 我如果再搶一點 以當初我的手段的話 我應該會出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大缺口回補 然後這一段大家都在強勢他弱勢 對 那你放到這裡有點不應該 同學 因為除非你成本在這裡 那像你老闆的成本大概在這附近 所以為什麼 我剛有講嘛 我節目前面有講 我前兩天就是在處理一些有小賺的 或者在成本附近的 那我認為已經沒有關鍵 因為你看他跌到這裡沒有什麼關鍵的支撐啊 我讓你看羅盤 所以同學 我真的要講 我這一段光是帶著你們降低水位 跟幣露一些個股 你們不要用一天的 回檔來怪雷老闆 同學 我不是成仙哦 但是呢 你要說我今天股票跌 我都承認 我今天贏件我也有跌的 也有跌4% 5%的 我重店也有跌6%的 但是呢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的一件事情是 你先去看前幾天 有多少類股已經跌的一塌糊塗 你先去看前一個月 那我們是重店已經一兩倍出來之後 又換進了營建業 營建業 然後又換進了什麼 重店次族群第一桶 第一桶今天也沒有跌 我們換到這一些股票 雖然說都是小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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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很多股票都兩成三成在漲 我們換到南港 南港今天也沒有跌回你成本 很多東西我們叫獲利尾土 還不是把人家跌爆 那我能做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常常的過程 你們在那邊省一些錢 說這邊股票賠錢 如果你們今天有加入 雷老闆的會員的話 事實我帶著你們 你們至少就不會去 賠到這些錢 應該說可以少賠很多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進股市第一個階段要修煉的是少賠 很多人什麼都不肯煉 那邊一進來就想要一夕致富 那個一定都賠死的 把股市當賭場 你如果是2萬點進來 你還不找顧問的人 你一定是賠死的 我沒有騙你 2萬點進來還在買00940的 來00940 不是很穩 來呢 一堆的OE00940 直接這幾天 直接身家少5% 對不對 從掛牌到現在身家都少5%了 我們都沒有少得像他們這麼多 對 00940一天就可以讓你身家少5%了 這幾天 好 那我們剛剛來看什麼 我們剛剛來看 剛剛幫他看2308 那個台達店嘛 好 所以同學有會員 真的不是 顧問在騙你啦 光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股票還是要做 如果有反彈回去怎麼辦 你又沒有人帶領坐 你不就砍在最低 你看喔 這個一路下來啊 羅盤全部的線 你們已經每天看了 這種白色往下穿都是最不好的 然後在MACD開始縮起來了 紅 MACD就是紅色的棒棒有沒有 開始縮起來了 然後你來看這一邊 這全部的均線都沒有撐 MA參數 黃色、藍色、綠色、紅色都沒有撐 對啊 但是呢 你如果再讓他跌下去 之後大盤只跌 欸 我倒不認為他不能買 不能做喔 因為他前面最差的時候就這樣嘛 去年最差的時候就這樣 他又快要跌回到他歷史上最差的那個點了 近年來歷史差最差那個點 所以就看吧 看你是做長期還是做短期 但不要說 不要一套了 要先問你初衷喔 如果你當初台達店買了 比如說你買在300塊附近 你買了只是為了做 330要出 那你就是做短期喔 那你不要跟我說你300塊買 要熬到 260、250喔 那這樣就不行 那你360買 你300塊買 你想熬到270 然後去賺未來的360 我們就還OK 懂嗎 這是一刀流 我交給你的 加油 Nick 好這個圈圈喔 對我剛回答你了 就是中興店報告就這樣 所以呢 他應該也是看了那個 中興店的稅後經歷率 他去調整的報告 那但是呢 他又比較保守 他不敢把 中興店他預估的稅後經歷率 一次調到跟2月一樣 我跟你講 如果他直接一次調到2月一樣 EPS中興店今年可能超過10塊錢 那中興店會 中興店如果真的能做到這樣的話 我敢跟你講 其實現在你不需要太擔心 只要大牌沒有死 好喝書跑平衡電解值 喝很多 雷老闆對美債的看法 美債就是拿來避險的嘛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股市現在不太行 你就去買美債 但是接下來要升息了啦 對啊 接下來要降息了 所以要降息的話很多人會去讀美債嘛 我覺得沒有錯 對啊 長期來的話沒有錯啦 但是 要買的話不是去年都已經買完了嘛 好趙麗剛剛也跟你講了喔 也不用說看不懂為什麼嚇他這麼兇 從這個盤變氣氛了 你也可以去看他的同業嘛對不對 來 我們不要看 只看照例 我們去看3376 你看新日星也是一路跌下來跌不到150啦 還有什麼 6 6805嗎 那個富士達 你看富士達今天也是大跌一根啊 所以你如果看右邊的羅盤沒有一檔OK的 沒有一檔OK的 好不好 啊沒有沒有錢沒有買羅盤的 你當然會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就沒有辦法每天幫你追 但是如果你有羅盤的 你光買羅盤的錢就省下你這幾天照例回檔圖的錢了 幫你解釋了好不好 應該說呢你光羅盤的錢就省下很多這兩天 很多同學回檔的錢了 好很多人祝我早日康復 喔銀長謝謝 我們希望呢這一波止疊我們繼續當銀長好不好 我們營造雙主菜 拜託一下真的是拜託一下 好有人說要看中公喔 我們來看一下中公 來中公這裡呢 來打到一個關鍵的MA參數 今天就談了 你看這個真的很酷喔 好談了之後呢 來接下來這裡 來我很簡單啦 這種這些強勢股喔 不管是中公啦 不管是南港啦 都是今天往往下凹回來 我像南港就還算很強 藍窗皇 MACT翻證 好 還是那個 晴梅啦 冠德這種的 今天都一定會拗回來 但是拗回來要怎麼辦 拗回來就是看這兩天 大盤有沒有止疊而已 這裡絕對不是單一族群的問題的 如果今天只是單一族群的問題 就只有疊贏件那疊死吧 今天不是好不好 今天是疊全部的股票 今天唯一漲的族群叫IP 但是呢 如果你手上握IP的 你不會開心的 對不對 對吧 我呢 因為我手上 這一段 這一個月來握的是贏件 我也不要我手上 這一個月握來的是IP喔 為什麼 因為IP在過去的一個月 都跌40%到50% 同學你懂喔 我不是笑 但是就是 這一個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OK 好有人問我 好像大家打錯喔 是寫意機是多少 4533吧 對啊 好寫意機喔 這個 我不太知道 但是羅盤好的時候 他有跳出來啦 但是他好像今天進入分盤了 那我覺得 他好像有幾個關鍵籌籌碼分點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幾 我沒有時間幫你看 但是呢 你自己去找籌碼分點 那幾個點 就是做這一檔寫意機的 如果做得好的話 就有機會 但是他現在分盤了 他有可能跟之前的茂魯一樣 一進分盤 就先 先回檔一下 先冷靜一下 之後再拉 你看茂魯 你看為什麼上禮拜 我到這個跳空回來 我就出了 因為對於這種業績喔 還不確定在什麼時候 或者是AI的股票 他一跳出去 短線漲很多了 他這種該繼續供的地方沒有供 直接把缺口給回補 你的老闆就會把它出掉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OK 好 再看一下 你們要問我什麼問題 就打在這裡看 好像差不多啦 問題都回答了差不多 所以同學 今天為什麼花很多時間 就是要跟大家講 慌張沒有用啦 以我在股市十幾年來經驗 慌張真的沒有什麼用 你要慌的時候 要嘛 你把時間花去學習啦 要嘛就是把錢花去請顧問啦 你看今天下檔一天而已 如果你是滿檔的人 跟手上持股是七十%的人 一個是 今天都跌五%好了 一個是一百萬賠五萬 一個是一百萬賠三萬五 光這樣子價差 就少一萬五了 一萬五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甚至很多人不是嘛 很多人的價差是幾十萬的 那如果你讓蕾老闆這種顧問 來好好幫著你的話 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講的是肺腑之眼 對不對 我收這個錢 就代表我要有這個價值嘛 那我相信 我這一段時間 應該有證明這個價值給大家看 好不好 所以呢 最後呢 好久沒有練一些文章了 我在這個盤 我一定是站出來跟大家站在一起的啦 我從來不去笑大家賠多少 因為這沒有意義啦 我們要 很多人厲害的人 他只是贏過很多人嘛 那蕾老闆希望我可以當一個有價值的人 我能幫助到很多同學 這樣我才會很開心 所以為什麼我把每一檔股票都 你們來問我盡量講的解釋一點 那不要再問我所羅門了 我真的不會 對 今天好像又有點想問所羅門 好不好 好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喜歡的 記得一定要幫我按讚喔 然後呢 請幫我多分享 我覺得最近分享好像有變多耶 我滿感謝的 我們相信已經一萬一千多人了 對啊 我的目標是兩萬了 有沒有 兩萬的時候 再怎麼樣 兩萬的時候再來看看吧 好 感謝大家 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我是專報的老闆 我們明天台紫棋解算見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